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統統的作品 同樣水來流流 他發 要剖離一切 所謂 但是 眾生 金性 眾生的經濟 他的性 如果大金 大基 大藥 所吸收的水分就會很多 所以 仍然是硝金 硝藥 硝吉 自然的吸收就很少 所以 眾生的金性 各各不同 就很少 那個菜類 有的菜是比較乾爽的菜 有的 是不可以欠水分的菜 這是 金性無缺 這是 國黨 努比粗目 所變國旗 這個粗目所需要 國有差別 所以說 有無差別 這個土是無差別 但是 相有差別 我才能夠蓋在這裏 太多 我才能夠蓋在這裏 太多 同樣的水分 我才能夠蓋在這裏 太多 這就是要給人 無緩的金 基 所以 譬如 九 四 無差別 這個佛道 佛道的教法 補師給眾生 都無差別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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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接四位 利益有差別 有的 你給他發 有的人聽不懂 薄牌會聽不懂 一句話聽著 這樣就團出去了 差這效力 失以千里 所以說起來 這種教法 要怎麼使教給眾生 還是一樣 他們人 他們是 他們地 他們這個人的經濟 會陷在想什麼法 可以跟他們說什麼話 才不會 黑白團圍 團錯圍 那就是 瞭軟了 人數目 所以 要真小心 在這四九 也要真小心 今為國國中生 所不足的 佛徒 使教給眾生 而眾生所接受的教法 到底我們理解有多多 但有時候 受法之後 接受了法之後 不只是不好好用在人間 你們 反途回家 我們從這個法來講這個法 像這樣 毛它鈍 就是這樣 真矛盾 這個法 用錯了 像曾經在大世代所經過的 很恐怕 會俗秀 把心態破壞 破壞 清酸白霧 那這些是 批判 頂頂 這種的惡法 沒有啦 這就是 它有那個雙性 但是 欠了善念 那欠善念 那變成了 灰海人間的惡法 有的隱形 對於外面的惡法 有的一種惡法 有的隱形 有的隱形 令人間的惡法 看到了 看到了 看著了 看著了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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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想到人感万物 就是因为有天的批语 供应我们树台条河 那感恩 我们的好好丁肖 台队的生灾 灵性万物 然后一切就是万物 这样将地理性将空气中水分 它台队合成 那随我们的经济来供应给我们 随我们所有的清智理性中 所以到底我们的心体 要做什么做 要吸收多少水分 我们的心情万物 凌云处地 所以人人是是爱 多勇心 好感恩商人的开示 大家知道这一段开示 是出自哪一瓶吗 谁想要曹玉平 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好几个 好 这一听就知道是要曹玉平 有没有看到 那我们现在大家来攻联一下 这四句经文 预备开始 虽一地所生 亦于所论 而诸草木 各有差别 好请放着 这个经文很短 但是它含义蛮深的 因为今天恩宗导读的是说法品 到了第四个段落 那说法品 那我就想到说 这个 这个药草玉平 这个雨水 这个云雨 是不是就 辟于这个 这个法 等等 所以一地所生 亦于所论 而诸草木 各有差别 众生就是有三草恶木 这样 那么来看一下 上人这一段文 他的这个手杂 他怎么写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前为天 坤为地 上物无量 化无量万亿 三合大地 一地共生万物 资源无缺 天空是大应时 地 地 利 生 物 好 请放长 那这个 乾坤啊 天地 你看我们《易经》也是这样讲 所以乾坤 春满乾坤 浮满门 春年都会这样写 那这个藏物 藏物或藏物都可以 藏物无量 天地之间你看 有无量的这个生物 各种的物资 矿物 生物 植物 动物 什么物都有 造化无量亿 三合大地 都在这个里面 在地上 在地球 共生洗 是不是这样 那能够让我们无缺 注意能够让我们无缺 就是那个 要有一个正的 正向的生态 就是平衡的生态体系 所以我待会又绣一个 生态体系图 就像这个很有法 你知道这里面 藏了很多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 你如果一个地球生态 失去平衡 事大不挑 那就完蛋了 就沉住坏空 那个坏就坏得比较快 如果生态体系为保护好 它就会地 利 生物 就是这个大地就可以利益万物 这样让我们生生不息 所以四大调和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直接看一下 看一下我这个 我在听上的这段开示 那时候我就想到生态体系图 我就去找了一些生态体系图 你不要小看这个药草育品 药草育品有时候很简单 我们众生 三草恶魔 或是大地上有这些 小药草 中药草 大药草 小树 大树 那云雨就从天象掉下来 然后就这样 那这个好像就伐水下来 那我们吸收的伐水不一样 它不只是这样 我刚刚那个药草育品不是讲 讲到这样是表面 你看到表面 那今天不是说学佛就要看到什么 看到你表面看不到的 表面上看不到的 就是后面的系统 结构 因为人类为什么很愚蠢 因为人类看不到 这个背后 大地背后的系统跟结构 所以就很愚蠢 那如果你看到 背后的生态跟结构 像上人的手杂 他是点醒我们 那 如果你去看到这个生态结构 你就不敢去破坏它 因为你破坏 自己 第一个遭殃是你自己 可是我们都傻傻的 有没有 一直去浪费 一直去挖 一直去取 一直去用 所以 我有看 因为我们以前 我以前大学跟研究所 是学公共行政 我印象很深就是 我们要学一门 叫做行政生态学 那行政生态学 给我最大启发就是 其实我只有学会一个概念 就是那个生态体系太重要 组织是怎样 组织里面的生态体系 你人体也是一个生态体系 大地也是一个生态体系 我们不是说生态园区 生态园区 一个小的 小的湿地是一个生态园区 那大到整个地球都是一个生态 我就学会这个 我就学会这个 这叫系统思考 Systems Thinking 就是系统思考 是人类最欠缺的 那最看不到的 但是也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学佛就在学这个 要绝 那所以你注意看 这字比较小没关 只是你懂那意思就好了 这是动物 食物 生物 你看我们这些 因为我就常常会想到我小时候 小时候 我小时候跟那个太北那些孩子 长大的环境一样 就是说我也是在那边玩 玩得很 那我是幼童军 那我小时候 我们家两百多年前就来到台湾 我们就在信义路跟光复兰路口 我们也是有三合院四合院什么这些 然后前面有丁柠柠柠柠 前面有大 这有大船 那有大臂 我从三年级开始就幼童军 我就常常想到说 所以我小学是幼童军 所以刚才 这安顺师兄在那边分享 我就感触很深 我小时候长大 少一个什么 少一个磁器人文 还要在那边打坐祈祷这样 其他我都有 其他我玩得比他们更疯 那个生态非常美 那个大臂 大臂很干净 水很干净 现在盖起来了 你很难想象 那个信义路跟光复兰路 现在一坪地 不知道几百万了 我忘了 以前我们家很多 不过都卖掉了 好 那那个 可是我觉得最无价的是 那个我小时候的那个成长的生态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是要留给我女儿的 意思是说 爸爸小时候长大的那个生态环境 是无价的 那时候小时候 你在秋晴 晚上夏天在那边晨凉 大人在那边晨凉 小时候小孩子在那边玩 仰头望星空 不用去什么 黑暗公园 暗黑公园对不对 看星星 满天都是星星 看到银河 那白天那个河里 那个可以跳下去游泳 里面有鱼 有虾 有扇鱼 有鸡肉 有狗呆 什么鱼都有 三半 什么一大堆都有 所有鱼都有 然后大堆也是 水很轻 所以那个生态是无价的 所以我就 我长大的那个环境 培养我 我出门就有小孩子跟我玩 因为我们那边那么多房 那么多的孩子 但是回家就可以玩了 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就在那样的环境长大 那 就那那个静 静就是你自己要好好静一静的 那回来看这个 这个上人刚才讲那个手杂 其实就在讲整个生态 生态体系 那我要讲那个 我讲我家的那个大壁跟大存就好了 其实你人口不要太多 你不要给它制造太多 这个污水的排放 垃圾 它会自然进化 我从小看到 原来你不要住太多人 你不要制造太多垃圾物资 它水会进化 有没有懂我意思 它是一个生态 可是你超过了它就污染 那我们现在就处于超过 所以上人最近还有开示体系 我们说我们赶快做 也许还来得及吧 这个是 所以这个地球 包括内部也藏着 超级生态体系等等这些 那这个我就讲到这里 那大概是这样 上人在开示他 我没有剪这一段 他还举那个油菜画 到了那个过年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看到 这个油菜花对不对 我们可能有二期倒作 本来可以三期 二期倒作结束 有些农地 特别是花冬 或全省各地都有 撒上油菜花的种子 那上人就用油菜花做开示 他说这些油菜花 花开的时候很美 风一吹 油菜花一波一波的 增加人间的美景 时间若到了 油菜花就能够拿来榨油 那有的可以直接翻入土里 当做肥料 那这个 这种天地的循环 土地的养分 供应花草 花草的养分 回归大地 这就是大自然的境界 所以上人讲这个 是不是在讲一个生态循环 他有做了很多开示 大概是这样 这是油菜花 像我以前就很喜欢油菜花田 而且每年有时候会 过年前会坐飞机全家去台东 再租个车 沿着公路 一直到花莲 再住上几天 这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生态 我们要很感恩天地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景 这些物资这样 那这个银语 那银语大地草木随分寿论 就是随众生的习性 还有他的各种正报一报 这些两因善法 既蒙法语所论 则习报两果 各得增长等等 上来讲这个 这个我就不讲了 他这个亦以所论 这个一地所生 帝他是批育你的心性 就是你的生怒本性 这个是本质平等 那但是这个心 有时候这些众生的心 他却各有所益 所以才会有长出这么多差别来 大概先讲到这里就好 那接下来我来 那个剩下一点时间 回馈一下 两位导读人的导读分享 那恩宗 恩宗真的是很棒 他还 他我就觉得他今天讲法 就很有自信 那对法的掌握 还有他 他你要看到 他背后 他有没有读很多书 他都 这个施工上的 这个应顺导师的书 他都有读 静思的书他有读 这些法的书 他都有 他都有读 所以他因为他有 而且他有分享 一些禅宗小故事 他有时候在群组有泼出来 他都有读 那所以他可以讲的 很有自信 所以你要下功夫 你平常 他平常有下功夫 有用心 所以他可以讲的 很有自信 那他在 他帮我们复习这个主法事项 刚才我们秀琴也帮我们复习过了 苦控无常无恶 这就不讲 我讲他一开始 这个说法品 说法品的当机者 是哪一位菩萨 大家说 台中原菩萨 说法品 因为他今天导读说法品 是不是 大中原菩萨就问佛陀 有什么法门 可以让我们这个集成 阿诺丛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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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在 他在分享这一段的时候 哇我觉得很赞叹 各位知道如果你有 每期都看这个我们的华信乡 华信乡说法品第一集 谁导读的 那个 叶登宪师兄导读 他是这个 基师 他是学管理的 他是总教官 总基师 他就用管理的角度去看 大中原菩萨跟佛陀的问答 我印象就超深刻 原来这个师徒问答 他是从沟通的角度去看 他觉得他看到了大中原菩萨的前程 所以人家可以看到出 你要问问题要前程恭敬的心 对不对 那我们安顺师兄 他这个给上人看那个文章 去打搅到上人这个睡觉休息 但是他那是执心 那是真心 那是可以的 像我以前印象很深刻 我在金色带过探索 带年轻人做游戏 有人说 你这样现在一点 会吵到上人睡觉 我说没关系 上人听到年轻人的笑声 应该会很高兴 我也是很执心的 所以灯线师兄 他是从沟通的角度切入去谈这一段 其实我们恩宗师兄竟然 他竟然从这个度 他把度讲得超好的 四红四月 众生无边试验度 返导无境试验段 法模量试验学 活道无上试验程 他讲那个度 度众生的度 直接间接的缘 他在讲这一段 我就对他这一段 非常赞叹 就说 原来 原来他是从这个角度去看 你提出一个好问题 然后佛陀回答了 你这样 大家是不是都有受益 都有结缘 都度到了 所以 其实恩宗今天 他说法的角度 因为我昨天 因为我喜欢逛书店 昨天去成品 有买了两本书 我待会儿每个月 就是都会买蛮多本书的 就 然后 我就跟我家师姐分享 为什么买这本 这个 北京大学一个教国文的 他的国文课 连走廊上都站得满满的 大家排队 站着听也要听 那我就说 觉得很好奇 他到底怎么教的 原来他切入的角度 跟人家不一样 然后讲得很实用 有没有懂我意思 都是大家心里想听的 这个大家都很爱听 所以我要学 所以说法就要学 你要看到众生的需求 看到大家的需要 看 然后去讲到大家 可以讲到 他听完以后 他回去可以用 他喜欢喜新 对他生活有帮助 等等 他行为有改变 这样是最赞的 所以我今天是很赞叹 恩宗师兄 再来看那个执心是道场 他有没有讲到执心 执心是道场出自哪本书 哪本经 他今天引用的是哪本经 好了 这考你们当作业回去 那个当 那个那叫什么 留一点 老师要出一点作业 我分享两句 这个 他今天讲执心是道场 这个无需甲固 出自某某经 当作作业好了 就是 我以前 学会的两句话 跟大家分享 上年有开始 在 年轻的时候 我就学会了 心平行止 心平无需修禅 行止何劳慈戒 或是道观 就是 心平何劳慈戒 行止无需修禅 就是你要 心平行止 就可以取代了慈戒 跟禅定 所以 这个执心 他一个就是你要修你的心 心平行止 这样 那 他就进入到慈戒跟禅定的状态 对 年轻的时候就对这句印象很深刻 那上年在开示 执心的时候 他不只讲掉 他 在开示禅定的时候 他提到调直定 就是调心 执心定心 就是调心不报 不处暴的报 那这个执心不曲 不弯曲 有没有懂意思 那那个定心 不散乱 定心不散 所以 调直定 你要调你的心 调心 执心 定心 这三个心都要修 这样才会比较好 那另外 他 他有举到那个小故事 这个 一个著词 他说 他是小偷是他的徒弟 那故事 蛮贴切的 那他最后引用一句话 有没有 他说 学佛就是要看到一般人 看不到的 我今天刚才从开场 也引用这一句 因为我以前学过一句英文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教育就是希望功成 上来有没有讲 教育就是希望功成 那我说领导也是一个希望功成 那希望 我看过一句 英文的格言 我念一下给大家听 英文的那个希望就是 Hope Hope sees the invisible bees the intangible and achieves the impossible 有没有 Yabble的印 我翻成中文给大家听 你要修炼 希望功成就是 你做教育的人 做领导的人都要修炼 信望爱 信愿喜 你心中有这样的信望爱 信愿喜 你就可以看到人家看不到的 感受那人家感受不到的 你就可以成就那人家不能成就 那你看上人他就 他就有做到这样 那这个是我们的典范 所以分钟那个那句的后面还有两句 我再讲一下 就是说 就是你要修炼 看到人家看不到的 还要修炼感受 去感受人家感受不到的 那你就可以成就那人家不能成就 我非常喜欢刚刚那句话 好 那个 法旦已因言有重颠倒生 所以刚刚手机铃声响起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 那我觉得我也很赞叹他等等 隆里成佛那一段也很棒 不过因为有时间到了 你们可以切一下隆里成佛那一段 好 我讲一下隆里成佛那一段 如果你赶快出来 要不然会来不及 那那个 这一段 我给你讲隆里成佛这一段 我最喜欢的 因为恩宗今天讲的很棒 他其他都讲了 可是我最喜欢他没讲 我最喜欢那个 大家一起念一下 那个 12345 慈念众生那边开始 預備 开始 慈念众生 犹如赤子 功德俱足 心念口眼 唯妙广大 慈悲人让 自意合养 因为我在赶时间念太快了 不好意思 能治菩提 好 就是 你这边有做到 你从这里切入去修 你就可以跟隆里一样 就可以快速成佛 这整段文都非常重要 所以这整段文你把它背起来 那我以前读到这段文的时候 我对那个 慈念众生 犹如赤子 功德俱足 心念口眼 唯妙广大 慈悲人让 自意合养 能治菩提 我就非常喜欢 所以那是隆里能够成佛 能够于刹那请发菩提心 得不退准 很重要的关键 你都要把它记起来 好 都要把它记起来 那这个 再来就是 这个 安顺师兄 安顺师兄最棒的就是去 做很多 那我记得我请示过上人 如何把正法广传 我讲了很多遍 上人就回答 第一个 你自己要走 像安顺就有做 第二个方向正确 刚刚上人不是开 那个善法恶法有没有 你方向不正确 所以说法就偏了 所以方向要正确 再来就要善用组织 网路团队 那这个 那我觉得我们安顺师兄 他那个愿力 是最可贵 而且他的执心 他的真心 他从年纪轻轻 就发愿这个心 就能够感受到那个佛光 佛心 那个部分我最赞叹 真的是很棒 那太北 太北今天能够 这个 2022年成为太古 这几年这三年 都是特优的学校 其实背后有这么多人 默默付出 我们看不到 像安顺师兄 就是其中一位 还有很多师兄姐 上人的带领之下 我们去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大家看到 所以能够成就 成就这个特优 我是很感动 就是说 因为我自己是做教育 那我也带 我们礼拜 上礼拜五六日 在花莲做这个青年营 那我平常有带青年软实例 可是我后来就想 这些都三天 六天 那像一个学校这样 一年一年 那一届一届有没有 持续的做 这才是最棒的 才会真正扎根 才会把那个法 那个菩提宗旨刻入孩子的心板当中 他才能快乐的长大 他长大才会成为 这个人间的洞梁 就像我小时候真的是快快乐的长大 这个 那就 这个 就是那个无形的影响 环境教育 这些教育 各种教育都很重要 那我们太北做到了 那希望大家有听懂这个 这个教育 记住 教育 就是要有系统的做 那个生态 教育也是一个生态系统 要持续的做 我再讲一遍 要有系统的做 持续的做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善法 就会永远在人间 那今天很感恩 两位很棒的师兄 为我们导读跟分享 好 祝福大家 都能够福慧双丘 广结善缘 感恩大家 感恩